任何时候努力都不晚齐白石曾57岁当北漂,终成一代大师。 北京胡同系列已经写了很多期了,我也实地去了很多北京的胡同,有的资料上写的胡同,现在再去看已经变化很大了,有的胡同已经拆了,找不到以往的样子了,可能这就是历史的变迁的感觉吧。 今天我想讲述这条胡同,是北京最短的胡同,也就三四十米,虽然胡同很小,但却住着一位大人物,我国近代昭明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,曾在这里度过了近三十年的时光。 这条胡同呢,名叫跨车胡同,它位于北京的西城区,因为清朝的时候,曾经在这里有个造车厂,所以胡同因此得名车子胡同,再慢慢演变,成为了现在的跨车胡同。 跨车胡同的十三号,是齐白石先生的故居,其实齐白石老先生在北京住过很多胡同,但是那跨车胡同算是住的时间,比较长的一条胡同。 说到齐白石老先生,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关键点,一方面是齐白石老先生的爱国情怀,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很励志,还有就是齐白石先生的贡献。 首先,聊聊齐白石先生的爱国情怀,作画戏耍,宣铁屋齐白石先生非常硬气,不畏权贵。 当年在北平,宣铁屋可以说是呼风唤雨,他是为北平警卫司令,还是特务头子,一般人都怕他。 宣铁屋过生日,邀请齐白石做画,按理说齐白石一介文人,老老实实画就完了,但是呢,他用画笔戏谑,理下这位特务头子,如何戏谑呢? 但见齐白石拿笔一挥,一只栩栩如生的螃蟹愈然之上,宣铁屋还挺高兴,得到白石的话很有面子,这高兴尽头还没过。 齐白石提了一行字,宣铁屋彻底傻眼,什么字呢?横行道几时,铁屋将军。 画完,白石老人潇洒离去,射风谷令人敬佩,再聊聊齐白石先生的励志人生。 大器晚成,57岁北漂,木蒋成大师,有人说,三十多岁还不成功,那基本上人生就这么过去了。 其实当人有了梦想,任何时候努力都不晚。 齐白石十四岁当木工,25岁开始学画,57岁北漂,后来六十多岁还改变自己的画风。 忠诚一代大师,57岁,已经接近老年的岁数,还背景离乡来北京闯大。 这是多大的勇气,每次写到这里,都不由得敬佩齐白石老先生的魄力和闯进而。 衰年变法,这个词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当年白石老人五六十岁了,这个岁数画风按说就定型了,但是他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画风, 创造了红花末叶新画法,最终他的艺术形式被大众接手,也得到了画坛认可。 所以呢,那些北漂的有些迷茫的年轻人,不要气馁,看看白石老人的经历, 琢磨励志,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呢? 回想起来,纪白石的那些努力都没有白费,虽然年轻时候是木匠出身,但正是木匠的底子,让他的造型能力非常的准。 虽然吃了很多年的苦,也忍受了不少贫寒的时光,但上苍不会亏待一个努力的人呢? 林基晚年依然改变画风,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,改不好的话可能会四不下, 所以白石老人的很多经历还是很值得去品味,去琢磨,去学习。 回到胡同的话题,跨车胡同是齐白石先生居住较久的一条胡同, 当时徐悲鸿为了邀请齐白石去北平艺术学院教课,不屑三股跨车胡同, 终于感动齐白石,北平艺术学院多了一位好老师。 这个北平艺术学院也是现在昭明的中央美院的前身, 大家有空可以去这个胡同逛逛,看看齐白石的故居, 感受一下这位艺术大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